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辈子不生病的秘密,只有简单四个字,还不知道的亏大了,万病心中生,万静心中起,养生之道在养心,现代人养生的方式多种多样数不胜数,但是却忘了养生不如养心,最好的养生是内心慈悲,中庸里讲修身以道,修道以人,大得必得其受,一个有道之人,慈悲的人,定然福寿安康。 一,人有了慈悲之心,就会变得宽和,一个慈悲的人从不斤斤计较,他们总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,为对方开脱,被别人冒犯,情绪也不容易走极端,他们能容忍,能量忍,内心常常处于安宁的状态。 近代著名道教学家,医药学家葛洪云说,长期宽态自居,甜淡自首,则身安静,灾害不干。 内心安宁的人,身体更少出现问题,因为情绪稳定不会大起大落,所以气血就不会停滞,他们敞开心扉宽恕了别人,把愤怒,焦虑,恐惧都放出去。 气血自然通畅无碍,正所谓心宽一寸,病退一丈,宽恕才是最好的药方。 二,人有了慈悲之心,就会懂得感恩。 父母养育我们,不是理所应当,我们要懂得感恩,自然万物供我们取用,也不是理所当然,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,享受的是自然的赠予,世界不是围绕着我们转动的,明白了这一点,人才会有谦卑之心,才会懂得感恩别人的赠予。 不懂感恩的人,总是天上地下,为我独尊,他们不懂谦卑,总是狂妄自大,索求无度,贪婪狂妄。 比尔盖茨,邵伊夫,钟润发,古天乐,这些富豪明星正是因为懂得感恩,所以才会热心公益。 所有人都在苛求财富,他们却选择把财富还给社会,感恩大众。 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占有了财富,反而谦卑地面对世界,他们内心没有贪婪欲结,反而活得简单通透,皇帝内经有盈。 尽忠其天年,度百岁乃去者,德权而不为,所求无度,不懂感恩的人已经丧失了德行,迟早要遭受祸患。 三,人有了慈悲之心,就会变得善良。 唐代明医孙思廟在《千金药方》中说道, 夫养性者,性自为善,性既自善,内外百病皆息不深,祸乱灾害亦无犹作,此养性之大尽也。 保持善良,百病不轻,才是养生的大道。 李嘉诚退休之后,最新公益,出入各个公益组织,为人们带去温暖和快乐。 他有时候要工作到凌晨,甚至比退休之前还要忙。 家人看不下去,希望他能爱惜自己的身体,但是他却越忙越精神。 他说,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内心的快乐,物质的富足只是一方面,更多的是内心的快乐和富足。 现代医学也认为,快乐的精神状态可以让人的免疫力大幅提高,增强抗病能力,利于治病防病。 有一个仁慈善良的心,能让人收获快乐。 他让人长寿是健康的源泉。 孙思廟说,德行不克,纵服御业精丹未能延寿。 一个人不讲究品德修养,即便服用灵丹穷江,也无法延年益寿。 最好的养生是养心,养一颗慈悲的心,心怀慈悲之人,以爱待人,宽容忍厚。 不易于物,也不伤于物,不忧不拒,所以才能长寿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。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。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。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 a minimum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